第二 拟人化的神 这个概念 为什么是永生神的一个糟糕的替代品 这个所谓的神人同行论 是基于人想象上帝 是拥有人这样的人格等等 还是跟前面一样 出于我们所有的哲学科学 出发点都是人 有些基督教的科学家除外 我们说的纯粹的 没有信仰的 没有基督教有神论的这些哲学家等等 他们思考都是以自己人为本 以自己为出发点 以自己为参照 以自己的逻辑前摄为出发点 以自己的逻辑思考程序为代摩 然后去思考的时候 导出来的那个想象出来的神 他就是人自己虚构出来的神 无论他和圣经里面的神是多么相似 关键是在于 他可能是借用了普遍恩典里面 上帝一般恩宠里面的启示 对一般启示的某种回应 可能会摸到接近一些关于神的一些概念 但是没有特殊启示的光照下 我们只是拥有一些 没隆两可的 我们堕落的心智里面 聪明头脑里面 虚构出来的一个像我们的 按照我们的样式制造出来的神 圣经里的神是上帝启示自己啊 虽然用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 但是最终上帝主动的向我们显明 我们才能够确实的确凿的 虽然不是完全的 但是可以真实的确凿的认识他 所以这个是个糟糕的替代笔 那这种概念呢 在教会里面很多基督徒心中也一样 如果大家留意听我的讲课和讲道的时候 我常常不留余地的去攻击这种虚妄 为什么 很多基督徒自以为虔诚信基督教 但是都活在自己虚妄的虚构里面 自己认为基督教应该这样 自己认为教会就应该这样 自己认为牧师就应该这样 他自己认为生命就应该这样 自己认为讲道就应该这样 自己认为上帝就应该这样 拆毁你心中虚构的偶像 好好正确地解禁学习神学 学习信仰 路过信仰更新了我们 照着神所说的去认识神是怎么样的神 你才能理解神是基督教 所以很多基督徒也是活在自己虚妄的 这种妄想里面 自己心灵里面编造出来一个假神去膜拜 然后以为那就是耶稣 那就是上帝喜悦的 那就是神的旨意 那就是神的心意 努力越努力教会越乱 所以早晨我在上课之前发了一个朋友圈的更新 就是说比起赤裸裸的明显的异端 更危险的就是潜移默化的 在我们心中的那种混合主义 那种世俗化的 我们用我们的观念构建出的 我认为的基督教的信仰是什么 然后奋力地去扑下那个 其实就是在拜火下 比起异端更难分辨的是这个 而且常常以敬虔 热心虔诚为虚假的外袍伪装 却让基督教变成异教化 好好学习真理 做一个有道可传的传道人 诚诚实实地去教导真理 去揭露那些伪装在那种虚假的 虚构的幻想的自己的城堡里的人 拆毁他们 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虚妄 让他们回到真理里面 照着真理所提示的 所教导去认识神 认识基督教 过符合真理的信仰是 而不是活在自己虚妄的幻想里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